大家好 我是小白 跟著你們 今天我跟Vlex 和Heidi 阿軒 去了旺角看Fenom 看完Fenom之後就順便去買相機 Fenom真是不錯 之後看完戲之後我們就吃東西 吃完東西之後就去買相機 那為什麼會買相機呢? 有留意我之前的影片或者直播的話 都會知道其實我跟Fenom是沒有相機的 我們之前都是借之前的Studio的阿屎 或者Billy他們的相機去拍片而已 再之前我們都是用Webcam或者手機去拍片 順帶一提 現在iPhone拍完片之後 要拿片上電腦變得很麻煩 而且用手機拍片 更新了上iOS12之後 影片的格式 不知它更新了iOS12之後 影片就會變成H.265 但是如果我用PR剪片 我們平時的影片是H.264的 如果用H.265去剪片的話 那影片就會剪的時候會很窄很窄 所以總括來說 用手機拍片也有諸多的不方便 所以我們也得起心肝 Felix一出糧 我們就去買了這部機 這次的機是Felix買的 鏡頭和麥克風是我買的 那好啦 其實今天也走了幾間賣相機的店 首先我去了封閘百老匯那裡看 那一開始我是想買靜機身的 但是靜機身好像很多地方都不買的 通常都會連同一個KIT鏡子 那就是一個KIT SET賣出來的 封閘百老匯那些地方是賣5,800多還是5,900多 是5,000美的 然後我去了曼城看 曼城也是貴的 也是4,881一個KIT SET 自聽中心 一部M50的KIT SET 就400 4,120元 足足便宜了幾個水 而靜機身 通常我看網上賣都是3,700 換算回來說 只不過是加幾百元就多了一個KIT鏡子 但是這個KIT鏡子 我們應該都不會用的 基本上所有拍Vlog的Youtuber 都在用11-22mm 所以第二樣東西 就是這個11-22mm的鏡頭 這個鏡頭2530元 都是在這間四寶市町中心買的 聽阿謙和Hidy說 當初他們買11-22mm 這支鏡頭的時候 其實周圍都沒有貨 那我們很幸運 其實本身已經維持了給客人 但他可以退出一支出來 讓我們先買了 所以也算是幸運 不然的話 我們可能會去星際城市那邊 買一支二手鏡 二手鏡的話 就是二千元的 即便宜五百多元 但二手鏡始終也沒有那麼有保障 你買新的 是有一年的廠保養 但如果買二手的話 只會有半年那間店鋪給你的保障 好了 買完相機之後 我們當然要買一些配件 那我先買了這個鏡頭的filter 一個11-22mm 它是比較長的鏡頭 所以它有一點魚眼 魚眼的意思是它凸出來 凸出來的話 最好有一個filter做保護 它下了filter做保護之後 有一點防水 兼且防塵的效果 普通下毛毛魚 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不會壞的 那filter就一百八十元 之後就買了一張SD卡 其實本身我已經有SD卡 這張是給Felix的 這張他買了250元 然後我們買了副廠的M50電池 因為正廠要三百多元 那裡那個電源就說 用來其實跟正廠電池差不多 但就有一半的價錢 這個就150元 這個120元 但他收了我們180元 我不知道是張單錯還是怎樣 但他跟我們說是180元 而且也收了我們180元 好 下一個就是 現在我也在用的這支咪 這支咪是阿市推薦的 這支咪的牌子是 SALAMONIC的SRP咪2 我會打回描述的 所有資訊 這支咪它寫的TED是560元 收就收我們520元 這個我就在星際城市的頂樓 出去之後 轉右再轉右 走到最盡那間店買的 阿市也是那間店買的 那這支咪有什麼好呢 就一來它是細枝 有很多Youtuber用的另外那支咪 都是再細枝一點的 但它帶那個防風罩就會大塊一點 所以其實尺寸也是差不多的 好啦 買完上機鏡頭之後 然後呢 我們就陪Heidi去信和 那去信和呢 其實 例牌跌幾塊的了 那當下我在信和買了些什麼 其實本身我們都需要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iPhone線 那有一間店的店主 特別推薦我們這支牌子 它有5年保養 就是它對於自己的線是很有信心 然後它是1.5米的線來的 我現在先拆 它是這樣的線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牌子來的 這個是Felix買的 108元 希望這條線是真的蠻好用的 如果不好用的話 我們遲些IG story再跟大家說一下 然後下一件東西就是我現在在用的 嗯嗯嗯嗯嗯 是Chopper的iPhone線保護… 頭 因為iPhone線的頭呢 通常可能動動得多 很容易那邊會開始鬆爛爛這樣 那戴著這個的話 就會保護到它的線頭 本身打算買一個Chopper 一個Luffy的 只有Chopper 沒有Luffy 那就不買Luffy 只是買Chopper先 這個買了68元 接著下一件就是 日本的上網卡 這個我會買的原因是 因為阿希先買的 那它就不是買去日本的 它是買去台灣 它自己和Heidi去台灣玩 那我看它的價錢也不錯 110元有7天的 它是4G無限上網的 但是它就說 東京有些地方收得不太好 總之就先買了 因為我知道在東京才買上網卡 一來很麻煩 二來會貴很多 應該會貴一個雙倍以上 接著就是 是Coin 因為我用不開DayCoin的 那我快要用完了 我現在剩下的Coin了 那這隻Coin就是 對我來說 帶過最舒服的Coin 所以我也買了這隻Coin 這隻Coin是在信我買的 $200元 30隻 不過它的款不算太美 我也是貪它舒服的 來到最後一件 這件大家想不想都是什麼 這是香薰蠟燭 如果你們之前有看過一條 最愛的影片的話 你們會有印象 就是我對於香薰蠟燭 有一種癡迷的愛 這個是BARFAN BODY WORKS 的香薰蠟燭 一開始我看到這個蠟燭是美國牌子 然後之前我拖晴晴 屎嫂晴晴 幫我在美國那邊買了三瓶回來 我拿給大家看 首先這裡有兩瓶 然後這裡有這隻味 我覺得這三瓶裡面這隻味最香 它是Lemon & Tea 即是檸檬茶味 然後另外那兩隻 其實我也是在官網看圖片 然後我說想要試哪幾隻 然後等晴晴幫我看看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叫他幫我選他覺得香的味 那在美國買大概150元一瓶 要不需要呢 我都忘了多少錢 那這個在上網買就179元一瓶 那這個始終是我聞完味之後再選的味道 我覺得它的包裝挺漂亮 而且也挺耐燒的 有一瓶已經被我燒完了 這一瓶燒到這麼多 它已經再燒不到了 因為它裡面已經 大家記不記得 我是很硬地燒到有個洞 但是它的蠟芯已經沒有了 所以其實只剩下的那些 所以剩下的那些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又便宜又底又香 它的味道真的 我點了沒多久就會吃 一間studio都聞到 因為我們一間studio很小 一來 整間都會香 而且味道是很長時間的 所以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喜歡香薰蠟燭的話 我都蠻建議大家可以去看看 這個品牌的香薰蠟燭 想停止燒蠟燭的時候 就這樣用它附送的蓋子 蓋上去就可以了 不用趕緊的 因為趕緊的話 你下次就會很難拔開 但是記得 蓋好火關掉之後 不要拔起來 因為它就會有很多煙味 出來了 那些煙味很臭的 這個品牌其實真的有很多味道 可以選擇 但是不是每一種味道都是香的 有些味道都蠻似的 我自己覺得 所以我建議大家 試真點這個味道才好買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自己去google看看 應該google就找到了 那好吧 今次這條購物自利品的影片 就分享到這裡 那麼多 我都好像很久沒有拍這麼長戲的影片 其實我也想拍這個 近月最愛給大家看的 但是 嗯 因為懶的關係 還有很多片未剪的關係 就不想拍了 等我過多幾個月去買日本 然後 看看日本買了一些新的東西 回來試完 再拍更加多的review給大家 其實我都堆積了一堆的最愛的了 嗯 好啦 到時候我們再 長聊天 嗯 欸 好啦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一個like 有什麼可以留言跟我說 然後還沒訂閱我的話 可以訂閱我 我不明白 那些外國台灣youtuber 可以幾秒之內 說完他們要說的 好快啊 他們口速 對了 記得訂閱我之後 就可以按訂閱旁邊的鐘 按我出片的話 應該就會有通知了 好啦 拜拜 好啦 那麼多個小問題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ブランドスポンサーのデーキューでお送りします